剛剛那首歌是我們 就是我們在今年會發現我們的專輯 在12月中或12月底的時候會發現我們的專輯 然後剛剛那首歌是我們這張專輯的新歌 叫做《是什麼逐漸在累積的悲傷》 然後可以在各大數位音樂平台都看得到 你們有人在用KKBOX或是Spotify A4Music這種數位平台的嗎 有啊 耶 就是上面都可以聽得到我們這首最新的單曲 然後這首也會收錄在我們年底的專輯裡面 這首歌叫做《是什麼逐漸在累積的悲傷》 然後 還有在那個3BOYS上面也聽得到 對那它是一個音樂性的平台 然後上面有很多 各種 就是音樂人的作品 大家也可以上去聽看看 然後我們的作品也都會丟在上面 就是3BOYS 就是一個音樂平台 那下一首歌叫做《Mind》 然後這首歌是我們的貝斯手寫的 哈囉大家好 對所以我們叫做Mind MIND MIND 然後我們好像是第一次來苗栗嗎 我覺得算是來苗栗的 就是來苗栗第一次的一種一個演出 之前來苗栗是演劉演什麼嗎 之前好像 我不知道 我們之前有做一個不插電的這個群組 啊我不知道好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來這邊演出 應該是沒有 好像沒有 我剛剛也是一個 第一次的體驗 對 然後 OK 我娘家在這邊 你娘家在這邊 我的娘家在偶分這邊 對 我媽媽還在這邊 那你媽有沒有 沒有機會見到沒有 我跟她講 我只是 沒有 沒有機會 對啊 所以 我很不知道我講的是什麼 不是 欸等一下 不是啊中秋節 你媽你們會一起回來的時候嗎 還是不會 你說中秋節嗎 對啊 嗯 我不知道 我們 我們其實 沒有什麼在過 所以 應該也只有五五年左右 可是你們應該很 我很少聽到你有回苗栗 或是你媽有回到苗栗 沒有 這其實只有過年的時候才會 那現在 現在你說你敢不見嗎 現在 就 就沒有見到面 喔 他來一下然後就走 所以我 我就跟他講說可以來看一下 嗯 你說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他就走了 對 哈哈 哈哈 好啊 那 那 那你 在地苗栗呢 欸小時候有在苗栗呢 不是在地苗栗呢 小時候有在苗栗呢 那 我 小時候就是 可能 時不時會回 回苗栗 然後 我就會聽到 一些客家話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還是聽不懂 我也是聽得懂一點 我覺得客家話 我媽是那一種 很冷正的那一種 就是 很流 客語這樣很流 然後 其實還是聽不太懂 然後 我覺得 小時候算是有部分 就在 那種 再回家 大大的 小孩 所以 我不知道我要表達什麼 就是 講教我 就分享個小時候的 有日常生活 對 好 那對於下一首歌 這個 麥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講說 那我們 就盡聽看吧 就是 台下有些 卡片阿姨 所以 就是 會不會 聽 聽 看我可以 跳跳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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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 下一首可以 好 那 我們大概下一首歌 麥